你们好 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非常时期 一个变动的时代 希望每日早晨三分钟 与你分享神的话 马太福音第八章 第十八到二十二节 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 就吩咐渡到对岸去 有一个文士进前来对他说 老师 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都要跟从你 耶稣说 湖里有洞 天空的飞鸟有窝 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 主啊 容许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 耶稣说 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 你跟从我吧 文士虽然对旧约圣经有知识 但他不知道跟随耶稣 要付怎么样的代价 所以他来到耶稣跟前的要求 似乎他的决定做得很仓促 如果耶稣接受他成为门徒 或许很多人因他得到鼓励 而他本人好像也应该受耶稣的鼓励 因为一名文士总比十二个渔夫来得强 但耶稣看见他的内心 回答他说 湖里有洞 天空的飞鸟有窝 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耶稣从来没有对他的十二个门徒 说过类似的话 或许十二个门徒在跟随耶稣的那一天 已经清楚知道 他们要跟随耶稣的代价 而文士就不同 他或许只看到 耶稣教导旧约的时候有权柄能力 但却没有考虑好 根据耶稣需要改变生活方式 过简朴的生活 也要预备受苦 然而耶稣却对另外一个有潜质 根据耶稣的门徒 说相反的话 认为这人考虑的太多了 在当时候 若有人说 容许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 意思是说 容许我先去照顾我的父亲 一直到他去世 这门徒的要求似乎非常的合理 但耶稣对某些人有特别的呼召 他看出这门徒因地上的事物缠身 就对福音无法全新的付出 耶稣并不是不懂人情 不看重孝道 但耶稣认为 照顾父亲的事情 目前对他来说没有那么的紧迫 但传福音却是更加的紧迫 耶稣赶鬼异病 使瞎眼的看见 切腿的行走 使死人复活 这些都是要引导人 最终得着救恩 得着永生 所以耶稣就对这门徒说 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 你跟从我吧 意思是地上的工作 若能让别人 那些灵性死亡的人 去完成他们在地上的责任 而他自己去关心天国的事 就更有意义 好像今天神呼召人放下地上的工作 全时间的服侍主一样 你有没有想过要付出代价 跟随耶稣呢 你有没有想过放下地上的藏类 以圣服的心回应神的呼召 全时间侍奉他呢 我们祷告 天父啊 我知道工作若不是为了你的荣耀 就变成没有太大的意义 帮助我能专心跟随你 帮助我们思想 怎么样更多的时间 服侍你 甚至在必要的时候 考虑全时间投入福音的工作 我这样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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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